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下 我个人比较建议,比较喜欢对兰花给水的方式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 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 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 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 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 我个人比较喜欢给水的方式 对兰花给水的方式其实就是用泡的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是用浇水 一般对居家环境植物浇水的方式 由上往下浇 很多时候呢 水很容易会跑到叶子跟叶子的中间 而导致呢 溃烂 比如说那个时候天气很热 通风不凉 在叶子跟叶子中间如果又有积水 特别是最上面两片叶子的中间如果积水的话 很容易会让兰花积水的部分溃烂 那一旦溃烂呢 其实有时候相当的难救 像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很不喜欢就那样子的兰花 因为有时候你花了很多功夫还不一定会有成效 所以几乎啦 每当有那种情况 早期当我在学习怎么样兰花的时候 有那种情况发生 我基本上都是直接把兰花就丢掉了 很可惜 但是呢 也是终究学到了 不应该那样子浇花 另外一个我喜欢用泡的方式来给兰花浇水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比较省水 因为假如你的戒指是排水性相当良好的戒指 然后你又是由兰花的底部这样子游上往下浇水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水就是流掉的太快 那你为了要让整个盆里面的戒指都有就是浇到水 然后让它的湿度环境都比较平均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要相对的给更多的水才会 让它整个盆里面的到处的所有的戒指都有水分 都能够有一样的湿度 所以用水会比较多 那我用泡的情况之下 它杯子多大 那我基本上那颗兰花就是泡着有多大 就是需要用多少的水 就大概是那样子 第三个原因就是当它们泡水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基本上兰花它其实泡水 有时候你甚至忘记几个小时 它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关系的 不会说像你想像中的那样 泡了二三十分钟它们就会烂羹或什么 不会的 基本上你看有些水跟兰花 它整天都在水里面情况也不会烂羹 所以呢 比如说另外一个举例好了 兰花在它自然生长环境里面是在热带雨林的树上 有时候它们那个热带雨林下雨 有时候是会下一整天 它们也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兰花的羹其实也没有那么脆弱 但是它们最怕的其实就是不好的通风 温度又高然后湿度又高的情况 它们的羹才会容易烂 那当然那种情况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 所以是热啊闷啊湿啊这三个如果都在一起的时候 对兰花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致命 这颗兰花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杯子 这个这个容器旁边周围有非常多的通风孔 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你一般呢大部分的这种容器是没有这样的孔 但是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可以打动 那接下来其实已经有几位兰友问我 就是说我都是用什么工具打动 我接下来也会做相关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一般呢就是把它们泡着 然后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就是泡个一两个小时啊 等我做完其他事情回来的时候 我再把它们用杯子里面取出来滴干 那我们这边也花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好了 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用泡着可能会出问题 这一颗兰花它的戒指大部分是树皮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的水苔水草 所以它这个兰元呢它卖的这个兰花 它里面的戒指是有一点混合 但是还是以树皮为主 如果是纯水苔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非常的注意 特别是如果它水苔 种植的容器里面啊旁边周围啦 这个容器的周围是没有洞口的 所以它唯一能够 蒸发的方向只有 由盆内由容器戒指往上 对不对它没有周围的通风孔 除了不是被蒸发掉就是被 戒指里面的根系吸收掉 如果唯一是水苔是唯一的戒指的时候啊 你可能就不能用这样泡的方式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应该会在想说 那我很多兰花大部分买回家 其实它唯一的戒指都是水苔啊 那怎么浇水 我会建议你哦 任何是三寸盆以下的 都是由四分之一杯的水开始浇起 然后呢 你要自己去衡量你家里面的温度跟通风条件 就是你每一周这样子去观察它 你四分之一杯的水到底够不够水 当然你要看根系多少 所以这东西每一颗兰花都不太一样 但是你从四分之一杯的水开始慢慢浇起 如果你觉得它不太够 或是你可能浇完了三四天 你手再去摸它的戒指 就是往下搓大概一公分 或是杯底的部分都已经很干 然后整颗拿起来没有重量的时候呢 那也许你就可以从四分之一 加到三分之一杯的水量 所以你要一直去调 因为每一个人的居家环境 然后季节的不同啊 气温的不同 还有湿度的不同都会影响 同样一个尺寸的这种兰花 在不同的环境它的那个 需要水的量都不一样 我有一个兰花与水的 这个三部曲的播放清单 那这三个里 这三个影片啊 在这个播放清单里面 就是讲很多兰花跟水的一些关系 然后跟如何去判断什么时候给水 该给多少水等等 你可以参考参考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颗兰花上面 假设我已经泡水泡了两个小时 我泡够了我也滴干了 我一般会把它放在一个小水盘上面 然后呢 再把它就是这样子放着 进放个一天到两天 因为它旁边有孔 所以很容易通风 可以让多余太湿的水分 很容易散发掉 然后呢 经过这两天之后 我才会再把它们放到 它们本来的这个外盆里面 就像现在这个象牙白的外盆 我才会再把它放回去 我知道有些兰友 他们的杯子旁边也是没有动的 那他们其实就是一般啊 加完水之后呢 他们就会启动他们的通风 可能是把窗户打开 可能是在他们温室里面呢 就加强打开这个通风扇 电扇 增加空气的流通 这样子呢 也有办法呢 也是有助于防止水分跟湿度 过多过高而导致烂根 所以呢 热 闷 湿 这三点 你只要能够去除其中一点 只要不是三个因素 同时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的兰花应该就会 长得没有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帮我在影片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指教 也很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通知铃铛 谢谢你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